哈囉大家好,我是虹大雞 秋冬穿搭影片Part 2終於出來啦 那這支影片的厚度會比上一支影片再厚一點點 因為前陣子寒流一直來嘛 那也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有寒流這樣子 所以呢我就把厚度再往上調一點點 我有沒有想說要把厚度再往下調一點點 比較接近春天的感覺 但是因為寒流一直來嘛 所以我就想說好,那不然往上提升好了 這支影片一樣有五套穿搭 那我們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 第一個look的就是我身上這一套 那這一套呢很明顯就是一個休閒正式的一個搭配 最近我身邊上班族的朋友就問我說 不是要在季節穿搭裡面放入幾套 否上班族的搭配嗎? 這次怎麼沒有 就是只上一支的秋冬穿搭影片 於是這一套就出爐了 這一套是否上班族的搭配 那你如果平日要這樣搭也是ok的 只是會比較合身一點點 會比較拘謹一點 我自己覺得上班的時候啊 穿一些比較合身的衣服啊 會比較有警惕自己的感覺 就是提醒自己現在是在上班 就是比較鬆懈這樣子 放假的時候就可以穿一些比較寬鬆的搭配 有種放鬆的感覺 我上班身是一件牛仔的修身襯衫 然後內搭一件黑色高齡棉梯 外搭的是巴爾瑪肯大衣棕色的 然後下半身呢是牛仔修身褲 還有黑襪跟黑漆的西靴 包包是戴一個kuji的拖特包 那這整身穿搭的方式啊 穿搭的單品啊 都是以正裝為主軸 雖然是這樣 但是我把大面積的材質啊 換成牛仔的材質 整身看起來就不會這麼的正式 多了一份休閒感 變成了休閒正式的感覺 我就會喜歡正裝 或是偏正裝穿搭的人啊 穿久了那種正裝材質啊 像是萊卡 或者是 俯仇材質的 比較偏西裝材質的那一種 穿久了其實我覺得也會膩 所以其實我覺得 偶爾啊是可以換換材質 整個感覺就會不同 那我個人呢是很喜歡牛仔材質的 所以我就把它換成 整身變成牛仔材質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不管男生還是女生啊 穿整套牛仔都超帥的 然後我要講一下巴爾馬肯大衣 如果你有在八樓時裝秀的話 或者是一些國外的穿搭扣的話 你會發現近期啊 巴爾馬肯大衣出席率很高 你們今年啊 如果可以的話 一定要入手一件巴爾馬肯大衣 不管是這種修正版型的 或者是寬鬆版型的都OK 但基本上就是 為寬鬆為主 特別是喜歡正裝穿搭的人 或是偏正裝穿搭的人 或者是 喜歡簡約穿搭的人 可以考慮入手一件 然後這個Look啊我覺得很適合搭配熊蹄包 於是呢 我就把這一咖拿出來搭配了 那這一個呢 真的是好久好久以前的包包 這是我大學時候的包包 最近就是因為過年前 然後整理了一下 然後我就整理到這個包 就把它拿出來做搭配 跟這個Look啊意外的很搭配 我覺得 這一個 KUJI的這個老花 很適合搭我這一件 巴爾馬肯大衣 超搭的 而且我覺得很佩服自己 就是我把它保存得很好 就是經歷了這麼久 我大學到現在應該 超過十年了 然後 其實我很少背它 然後我都是一直收在我的衣櫥裡面 想當初這個包在我大學的時候呢 可是非常的火紅呢 雖然說近期沒有在流行這種脫特包 但是我還是蠻喜歡這種脫特包 因為它容量很大 可以裝很多東西 然後 你看它夠深 可以裝很多文件啊 或是筆電之類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適合上班族 那如果你不想搭這種手提脫特包的話 你也可以搭公式包 我覺得也非常適合這個look 然後我也有拍了一個 就是提公式包的照片 我再把它放下來給大家看 然後公式包的材質 不管是要尼容的 或是皮的都OK這樣子 那這個look呢 其實你脫掉上衣啊 它是一個不同的感覺 脫掉上衣會比較修型的感覺 然後穿上大衣呢 穿上這件巴爾馬肯大衣呢 就會變得比較正式一點 第二個look呢 是我身上這一套 那內搭呢 是一件白色高領的素眠T 外穿一件駝色的豹紋針背心 那這件背心啊 在上一支的秋冬春男影片裡面 有出現過 它這個駝色啊 是處於比較明亮色的駝色 我打算一直穿到春天 我個人真的還蠻喜歡這一件的 然後呢 外穿一件駝色的大衣 這件駝色的大衣 它是有混羊毛材質在裡面的 然後它的觸感啊 摸起來不會像羊毛那樣子 就刺刺的 有的時候我覺得混羊毛材質啊 會比那種高帕術的羊毛材質 或者是 可能全羊毛材質 還要來得好 如果價位不是拉到很高的話 是以千元這個價位去選擇的話呢 我反而覺得混羊毛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穿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 比較不會有那種羊毛那種刺感 這件是我最近新買的 我覺得不管是顏色啊 或者是它的版型都很不錯 尤其是它這個駝色啊 是一個很溫柔的駝色 只是我覺得我好像買大一號了 就是肩框的部分呢 有稍微大一點點 雖然說整體看起來還是很OK的 但是就是有點偏大 偏大一點點啦 我其實有點想要把它拋掉 然後再買一件 就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買小一號這樣 可是呢 它已經停產了 然後下半身啊 是UNIQLO的九分休閒褲 這件休閒褲的版型呢 它是有點上寬下載 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 沒有很明顯 那之前呢 我這件褲子有出現在我的IG post上面 然後這件不管是想要穿正式 或是穿休閒都OK 再來就是說這件褲子啊 我是真的還蠻推薦的 因為它的版型 再加它的材質 跟它的舒適度 總總加起來 我覺得根本不符合這個價格 就是它那個定價啊 真的太便宜了 這件啊好像不用一千塊 這件不用一千塊 超便宜的 然後近期可能又在折扣吧 因為那算是一個上一季的那個單品 所以我覺得這一季啊 應該會下殺個幾百塊這樣子 我覺得如果你們這件褲子有興趣的話 趕快去UNIQLO看 如果喜歡的話 真的要把它帶走 下半身還戴了一個白襪 跟灰白的休閒鞋這樣子 下半身就是以灰白為主 那上半身跟大面積呢 都是以駝色為主 這個Look戴的包包 是ROEVE這個Puzzle 中褐色 然後我之前看它是中號尺寸的 我個人蠻喜歡ROEVE這個牌子的 然後尤其是Puzzle這個系列 那這個系列呢 也是他們家非常經典的系列 我這一個包呢也是他們家非常經典的 然後呢 我手錶還搭了一隻 Node Green的Philosopher 泡白月光銀 然後我之前在 2020的好物推薦大廠影片裡面 有放進去跟大家分享 然後其實我在搭配這一套的時候啊 照鏡子的時候就想說 應該要再不一樣一點點 就是不要這麼的自視化 於是呢 我就搭了一副透明大鏡片眼鏡 那因為我前面有打燈 所以我就不戴上去了 因為我一戴上去就會整個翻了 大家可以看圖片 那戴上去之後呢 就會看起來沒這麼的正式 多了一份混搭跟休閒感 而且會讓整體看起來比較年輕 那這整個look呢 就是以白色、駝色跟灰色為主 這整個look啊 大部分的單品啊 其實都是比較偏正式感的 但是搭在一起是比較偏休閒感的 我還蠻喜歡這種感覺的 因為我喜歡正式的單品 但我又不喜歡穿起來憋爽憋腳的 喜歡穿休閒的感覺 你知道這個心情是很矛盾的 你喜歡正式的單品 但是你又不想要穿起來憋爽憋腳的 這個look啊就滿足了我這個狀況 很適合給那種跟我一樣有這種矛盾心情的人 還是其實大家沒有這種矛盾心情 只有我有而已 我相信一定有人跟我一樣 一樣有這種矛盾的心情 可以給你們做參考 那如果你沒有這種矛盾的心情呢 一樣也可以參考看看這一套搭配方式 接下來這個look啊 是我很喜歡的全灰搭配 那同色系的搭配啊 大家要注意一點就是 要用不同的深淺去做區隔去做層次 這還不會讓整體的顏色都黏在一起 這個look的顏色深淺配置啊 其實是有小巧思在的 你看我的毛帽 還有我的上衣 還有我的鞋子 是比較相近的灰色 是以淺灰色為主 然後外套跟褲子啊 顏色深淺比較相近 簡單來說呢 這整套只有兩個深淺不同的顏色 好處就是可以讓整體看起來比較一致 比較舒服比較順眼 壞處呢 就是在搭配上面呢 需要做一些小巧思 這樣才不會讓整體都黏在一起 像我在身體的段落啊 都有用其他顏色去把它拆開 你看帽子 跟我的上衣 就是用我身上的顏色 就是我的膚色去拆開 然後下半身呢 是用褲子去把顏色給拆開 然後我又在外套跟褲子呢 做一個連接 整體比例就有一個延伸感 讓整個比例呢看起來會變得更好 同時呢 又不會讓顏色都黏在一起 首先的部分呢 我有漏一截出來做層次 讓整體的搭配度呢 再往上提升一點 這邊說一下 如果你的臉啊 是比較暗淡的人 你的肌膚比較暗淡的話呢 我建議你們帽子的顏色啊 可以戴淺色的 然後也可以戴這種比較柔色系的 會讓你的臉的氣色比較好一點點 會比較明亮一點點 而且在人群當中啊 會比較容易被看見 再來呢 就是這件褲子 褲子我要說一下 它是一個大尺筒的寬鬆扳心 它前端上方的設計呢 有做一個折線的設計 再來呢 它是一個輕感的落地感 它不是有重量的落地感 所以其實我覺得 不管是在秋冬啊 或是在春夏啊 這件呢 都很適合穿 整體是一個寬鬆簡約的look 然後這個look啊 其實我覺得脫掉外套 也很好看 單穿毛衣也很好看 然後前端是扎進褲頭 然後後面是不扎的 然後讓它是順著下來這樣子 會讓側邊腿的線條 是有一個弧度在的 這樣可以做出一個比例 同時呢 又有隨性感 我要來說一下這件毛衣 比這些毛衣還蠻特別的 就是它手袖是偏長的 然後 它的袖孔呢 又是做剛好的 等於說我這樣放著 它就會剛好卡在我的手腕 不會嚷嚷的 有點像是蓬蓬袖的那種感覺 而且它穿起來 會有一個垂墜感 厲害的是 這樣的設計啊 穿起來一點都不娘 反而更有設計感 第四個look就是我身上這套 混搭休閒的感覺 然後內搭是一件米黃色的素T 然後外穿了一件 豹紋的襯衫 最外面呢 套了一件 棕色的羊羔毛開金衫 那我相信大家呢 在穿搭的部分 以台灣來說啊 大家還是比較喜歡素面 如果你素面穿膩的話呢 可以考慮其他的紋路 比如說動物紋 像是豹紋 或是斑馬紋 不管是單穿 或是做其他的搭配啊 都很有重點 而且也可以很跳 下半身是搭配 中色的落地寬褲 然後這件寬褲呢 在上一支影片有跟大家分享過 這邊就不再多說 它有converse 跟穿久保年聯名的 這雙黑白帆布鞋 那下半身是呈現一個 隨性又休閒的感覺 帽子的部分是選擇 橘棕色的針織瓜皮帽 這整色的色塊啊 是棕色、橘色跟黃色 都是臨近色 即使是襯衫的這種材質 跟外面這個羊羔毛的材質 感覺好像不是這麼的match 可是因為是臨近色的關係 搭起來呢 也是很和諧的 而且上半身這三個層次做搭配啊 保暖度啊 非常的夠 即使你覺得熱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脫掉外套 也很ok 然後呢 這個帽子的部分 我其實有把它更換成水筒帽 也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搭 你想要搭這種針織瓜皮帽 或是瓜皮帽 或者是這種水筒帽都ok 給大家當作參考 那再來呢 我想要講一下就是 我這一件 豹紋的襯衫 這件豹紋的襯衫呢 其實在夏季的穿搭影片裡面有出現過 這支影片啊 其實有些單品是之前有出現過的 只是呢 我用不同的搭配方式再讓它出現 可以說是單品重複搭配 之前有網友跟我講說 他看一些穿搭的扣啊 或是藝人啊 穿一些新的單品啊 就會很想要去買 錢呢 都花在這個上面 然後都沒有存錢這樣子 其實呢 我想要跟看影片的你們說啊 很多單品是可以做重複穿搭使用的 不需要一直一直買這樣子 包括 你在使用的彩妝品 或是保養品 也一樣 就是別人講什麼好用啊 其實你不要腦波太弱就跑去買 特別是穿搭單品 你看那些藝人啊 那些扣啊 每次出來都穿不一樣的衣服 是因為他們有節目需求 然後需要在螢光幕前面曝光 而且呢 他們會有贊助 所以他們一直會有新的衣服 但是看影片的你們不一樣 你們不需要每天都穿不一樣的衣服 不一樣的單品 這樣子呢 真的是會造成不必要的浪費啦 所以你們看我分享的東西啊 我都是跟你們講說 你們需要再去買 你有缺再去買 如果你不是一個荷包很充足的人啊 你這樣子花啊 真的是會吃不消 所以其實我非常推薦大家 可以做單品重複穿搭的使用 不但可以讓你省下很多錢 而且可以讓你的穿搭 每天都充滿新鮮感 第二個look呢 就是一個比較輕鬆的搭配 就是我最近啊 晚上如果是要去家裡附近買東西啊 或者是便利商店啊 或者是晚上跟朋友要去聊天 然後也沒做什麼事情的話呢 我就會這樣穿 然後上半身是一件白色的毛衣 它其實下半身是黑色的 只是我用褲子把它遮住了這樣 這件的毛線啊 它是粗的 然後它是比較修身的版型 穿起來呢 不會那麼的肥 那麼的大 那因為很多人穿毛衣 就會很怕顯胖嘛 那如果你怕顯胖的話 你可以挑這種比較修身的 比較貼合身型的這種 穿起來呢 就比較不會這麼的胖 然後這件比較特別的是 它胸口啊 是壓了一個大船貓 那一般的毛衣 通常都是素面的嘛 不然就是壓橫條的 很少是壓這種浮雕 剛好它是一個大船貓嘛 我就想說 欸那蠻適合來迎接 春夏的時候穿的 於是呢 我就這次把它拿出來做搭配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說 因為最近的天氣比較不穩定 然後台灣天氣偶爾就是真的很冷 趁這個時候呢 大家可以趕快把 針織衣啊 或是毛衣啊 趕快拿出來做搭配這樣子 否則 台灣的天氣真的很少 時間是可以穿這種 針織衣、毛衣的 這種東西啊 真的 我還是覺得不太適合台灣啊 台灣穿起來還是有點偏熱 就是只能等冷氣團來的時候 寒流來的時候呢 再穿 上半身的部分呢 你想要換成其他的單品也OK 比如說素T啊 或者是大學T啊 棉T啊 都OK 因為這個look啊 就是一個很free 你不管要搭什麼三半身 其實我覺得都OK 然後最主要呢 就是要紮進褲頭這樣子 然後去調整身型比例 然後下半身呢 就是藍色修身褲 剛剛那件藍色修身褲 然後再來就是黑切爾西靴 這雙黑切爾西靴應該不用我講了 我真的是很喜歡它 而且我已經講過了N次了 所以 也不知道要講什麼了 反正它就是內增高 7.5公分 然後 厚底 鋸實底 讓我非常的喜歡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 就是這一件 黑色長版的羽絨外套 這件是Nire Daddy的 這件呢 我非常的喜歡 我跟你講 它穿起來非常非常的輕 這件是我穿過史上最輕 最膨 然後袖子最不卡的 就是肩這個地方最不卡的 長版羽絨外套 如果你有穿過這種長版羽絨外套啊 尤其是含版含製的 其實穿久了都會覺得很重 然後身體就覺得有一種負擔感 像是披著 扛著一個東西在身體上那種感覺 而且很多這種長版羽絨外套啊 就是做太膨 然後材質太硬 可能拿東西的時候啊 或是翻包包的時候啊 其實都很卡 你知道嗎 但這件呢 完全不會 再來呢 就是如果沒有什麼事情呢 我都會戴帽子出門 戴帽子是最方便的嘛 帽子是搭Blenciaga的Logo棒球帽 然後我這頂呢 是2018年款式的 現在呢 應該是比較多是 只有他們的英文字母的款式 就沒有車這個波浪線條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一頂啦 那我身邊朋友呢 比較多人是喜歡 只有單純Blenciaga的他們的Logo 他們的英文字的那一頂 那就看個人 其實我覺得戴起來的效果都差不多 我覺得比較可以講 就是他這個帽子的版型啊 他這個帽子的版型啊 做的是滿圓弧的 但是沒有說到很圓弧 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亞洲人 或者是說 你是西洋人啊 我覺得都滿適合這一頂的 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 我很喜歡的Nike那一頂啊 就是比較適合 頭比較小的 然後連比較小的人 那這一頂呢 我覺得是比較不挑頭型 那這個Look啊 就是一個很日常 休閒放鬆 隨性又凸顯比例的一個穿搭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次的秋冬穿搭影片 Part 2啦 如果有什麼穿搭的問題 想要一起討論的話 或是想要交流的話 或是你想要聊天的話呢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好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讚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我可以還可以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 也別忘記打開小鈴鐺 這樣可以接收到發布影片的第一手消息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